为何每日给我酒饭吃 对此牢头笑脸相迎 表示这一切都是管银吩咐的 具体原因我们也不太清楚 武松听后大怒 我不吃 我都讨 事前的酒饭不 告诉你们家管银 他若不来说明 我便从此不吃饭 牢头无奈 只好把这话原封不动地转达管银 管银得知此事后匆忙赶来 正要给武松倒酒的时候 武松却起身发起质问 咱俩以前根本不认识 可你不光免了我一百沙威报 每日还派人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你这么做居心何在 小人久仰英雄大名 只是有事相求 别无太义 有事你何不早说吗 管银让他在这里 献安顿三四个月 到时再说也无妨 奈何武松性格很是豪爽 听到对方说话吞吞吐吐的 这可把他给急坏了 你若不说 把酒饭端走 管银无奈 只好将他邀到家中详谈